我本身就是特别喜欢这个项目 然后也是想挑战自己 希望人生不平淡 我第一次参加这种武术的业余比赛 就是拳击比赛 是在15岁的时候 当时的场景我记得也是特别的清楚 有很多的困难 但是我最后赢得了比赛 最大的胜利就是 我以一致性的判定获得了 亚洲及太平洋地区的冠军金奥袋 我需要不停地保持自己的训练 然后不断地去改变自己的风格 不断地去进化自己的水平 我困难的时候 我会想到我的父母 想到我的儿子 还有整个家人朋友给我的力量 战利季我曾经是全国的全季的冠军 地面季现在我是世界柔树大赛亚洲区的冠军 然后我也是获得过很多柔树的冠军 我在战利和地面这方面我都是没有落零的 我希望比赛快点来 赶紧的可以把这个比赛完成 我要把对手揍三个回合 我要获胜 而且要得到最佳的表现 警告 警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